另外在台中县市确定升格之后 到底胡志强会不会来选大台中的市长呢 这几天还说在考虑当中 不过今天有最新的说法咯 他说已经动摇了 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在现场的记者方评文来告诉我们 评文 好了 主观观众 台中县市合并升格过关 台中市长胡志强这几天都在台北跑行程 今天一早是回到台湾市府来参加一个颁奖典礼 对于到底要不要参选直辖市长 胡志强也首度松口 来听一下稍早这段访问 各界给我很多期许 善意的鼓励 甚至于压力 那我也很有诚意的在思考 不会很快有答案 毕竟这是人生最后一天要规划的大事了吧 好吧 所以不参选动摇 本来一开始决定不参选的这个应验有动摇吗 对 我说 你说我动摇 我当然现在是动摇 不过最后要看结果吧 好不好 我愿意思考嘛 我面对很多善良的面孔 包括市民 我有时候说不出口很多话 所以我愿意思考 好不好 我想也是应该的 好那么原本是坚决不会参选直辖市长的胡志强 今天是首度松口 说他自己这个意念是已经动摇了 但是至于什么时候会有一个决定呢 他说目前还没有一个时间表 请市民再给他多一点时间思考 以上像这一情况 是把宣镜头交还给台北同内 好动摇了 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已经要宣布参选台中市长了呢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